英国核泄漏隐瞒三年 竟然还想甩锅给中国 根据《卫报》23年12月5号报道 英国最大的塞拉菲尔德核设施 竟然已经在悄无声息中 偷偷泄漏了三年之余 而英国不仅视而不见 任由核泄漏而不采取任何措施 甚至还大力隐瞒 为核泄漏保驾护航 要知道 塞拉菲尔德核设施 是一个巨大的核废料处理厂 它占地6平方公里 拥有1.1万名员工 是欧洲规模最大 世界上危险程度最高的核设施之一 英国大部分的核武器和核能发电废料 都在这一块地方进行处理 而且欧盟01年的一份报告 也对其进行了评估 如果塞拉菲尔德发生大规模泄漏 危害将远超切尔诺贝利事件 但是 英国不仅忽视了来自欧盟的多次警告 依旧我行我素放任自留 还对已经发生到的核泄漏事件进行了隐瞒 19年11月 塞拉菲尔德的 美诺克斯金属碎片筑存桶仓 简称MSSS 原建筑发生泄漏 污染着地面 根据ONR今年6月的报告 接下来两年 MSSS的泄漏情况 不仅没有得到有效遏制 反而还进一步恶化 每天都有2.5个立方的放射性液体泄漏 三年至少2700吨放射性污水进入水循环 这种漏泄情况 很可能会持续到2050年 如果泄漏的速度加快 这些放射性核飞的很可能进一步污染地下水源 造成难以估量的后果 核泄漏了三年 英国也欺骗隐瞒了三年 然而 在真相得以揭开的今天 英国媒体《卫报》竟然还造谣称这次核泄漏 是中俄的黑客入侵导致的 是与中俄密切相关的网络组织恶意破坏了他们的系统 更令人发笑的是 这一污蔑被英国政府自己澄清了 12月4号 根据路透社的报道 英国政府声称他们的系统非常强大 其中不存在恶意软件 英国核监管办公室也说 该机构没有发现任何证据表明 国家行为体像《卫报》所描述的那样入侵了系统 既然系统强大也没人入侵 那塞拉菲尔德核肥料处理厂为何会发生泄漏呢 英国的核肥料处理厂泄漏难道是一种偶然吗 核泄漏问题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呢 作为一个建立长达70多年的核设施 塞拉菲尔德的设施状态实在受限难以想象 储存着核肥料的各类设施 上面布满了带有辐射性的肺料残留 满是老化的痕迹 没有得到有效的清理 一个存放了数十年和污泥的巨大肺料池的混凝土和沥青表皮 也出现了裂缝 管理上也是马马虎虎 甚至无法在现场处理火灾或失眠 更别说核安全壳材料破碎的问题了 设备的日降脑化管理的疏忽大意 让核泄漏问题成为了一种必然 事实上早在上世纪50年代 塞拉菲尔德就已经发生过严重的核事故 塞拉菲尔德原本只是一家普通的人造纤维厂 二战以后才被国家正用为核原料加工厂 在正式进入核原料加工的几年之后 不幸就这么发生了 1957年10月 塞拉菲尔德西北角的 Windscare反应堆的操作员发现 反应堆的核心温度骤然升高到400摄氏度 堆性融化 反应堆石墨就这样烧了起来 11吨油在反应炉内熊熊燃烧了三天 大火扑灭后 反应堆虽然被封存起来 但此前泄露出来的大量放射性物质 却无法收回了 这场事故波及了英国到北欧数百公里的范围 带有放射性物质的烟尘 撒遍了整个欧洲大陆 官员们也禁止 从附近500平方公里的受影响地区 销售牛奶大约一个月 而温德斯根尔火灾的放射性尘埃 也确实导致了约200例癌症 不能解决就隐瞒 英国对核泄漏的处理真是简单粗暴 你以为只有英国这么干吗 下面说说 美利国和日本的骚操作 绝对刷新你的三观 英国隐瞒核污染 日本排放核污水 为何很多欧美国家不反对 因为他们自己的操作也没好到哪去 作为核工业技术领先的大国 美国的明尼苏达州核电站 在二二年的11月也同样发生了泄漏 151万升寒川放射性核污水 被泄漏了出去 虽然没有污染引用水源 但美国的做法 也让大家对美国媒体的透明性和公正性 产生了深深的怀疑 他们没有及时想办法清理泄漏的核污水 反而想尽办法将这条消息牢牢隐瞒了起来 隐瞒时间长达四个月之久 虽然美国声称 这次核泄漏并没有造成任何污染 但真实情况如何 谁都不好说 毕竟 日本宣布日本福岛核污水排海计划时 也是扬言其对公共安全没有什么影响 要知道 核废物中的放射性污染 是不可能彻底清除的 这些放射性物质中 还有很多会致癌 导致菌突变的放射性元素 诸如490 色137等 只是日本始终必中就轻 一直强调 核污水经过了过滤和稀释处理 声称其中的川队人体无害 却从不说 核污水中含有的其他放射性元素 究竟会给人体带来怎样的后果 不仅仅是美国和日本 法国在面临核泄漏问题时 也是各种胡搅蛮缠 据法国专家加利埃尔表示 日本排放核污水根本不算什么 法国的拉阁核废料处理厂 每天向大海排放的川海量 就比福岛计划的年排放量还高 不也没什么影响 难怪在日本宣布排放核污染水时 这些国家并没有反对 原来是天下乌鸦一般黑啊 我是X4情报员点个关注 这样就不会错过更多的精彩视频 咱们下期再见